潮汐现在只剩下他这一点等等 我现在想对潮总说 其实我没有任何的就是销售技巧 我也从来没有学过销售 我这次来应聘呢 主要是觉得这个 做珠宝甭管挣多少钱 我觉得它不是我的终点 说实话可能它也就是平静了 我不能再往更好的 能交给我销售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公司 一个环境去发展的话 那我以后的发展可能就是个问题 你说她有的时候 像个小女孩不成熟吧 她偶尔也说出那么几句话 还挺成熟的 考虑的也是够长远的 你就说她做了这些东西 她是一步一步是往高处走的 我觉得 可能人都对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充满好奇 充满好奇 她总是想去经历一番 对 因为像她其实也是有涉及到 比如说到了三十五之家 其实想转型嘛 或者我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 那其实我能够给的建议就是说 我们做职场人的话 有一个七二一法则 就是你用一层的时间 你是去学新的知识的 你要进入到哪个新的行业 必备的有些知识 你是需要去学的 那二层是要混圈子 真的说我要进到哪个行业 那做的好的销售 它是怎么做的 他们的客户 它是怎么获取的 这个的经验 你要有两层的时间去做 那最重要的 这个七层是要干嘛呢 你是真正正正 你是要去做项目的 但是首先 你得有那个一层的知识 要不然隔行如隔山 其他一法则 就是能够给到 相应的人的建议 你刚才说完了之后 我又发现你一个优点 就是你还有上进心 他呀给我一种感觉 请允许我用这个词来形容您 就是咱们网络上 常用的一个说法叫 打不死的小强 他挺有韧劲的 就是不管你曾经经历了什么 你至少没躺平 你没放弃 你愿意起早 你愿意贪黑 你也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去赚钱 我觉得就挺好的 但是你的职场情商课的回答 也在我意料之中 更加验证了我对你的看法 你这种简单的个性 不适合入职场 而你这种自己做个小店 更适合你 好吗 曹总的意思是 职场中会有一些规则 它是不适合那个规则的人 它是自从套规则的人 哎呀 很遗憾 王丹 刚刚 谢谢主持人 潮汐灭掉了最后一盏灯 你今天的面试只能止步于此 你知道吗 我以前也在这个舞台上 学到一个说法 就是很多销兽 它天生就是一条孤狼 它只适合孤军奋战 它不适合成群 教不会的职场人吧 不是 也许在职场外教会你的东西 会比在职场内你学到的更多 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谢谢您 老师 很高兴能够欣赏到你的这个雕刻作品 继续努力加油 好的 谢谢老师 再见 再见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要向区大公司学习 学习更多的销售经验 然后学习人家的管理模式啊 公司的企业文化什么的 然后再去自己 再去继续创业 再见 感谢观看